蔡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最近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想問一下今天的 焉害防治法之前 我們先來問一下14題 因為最近這一兩天 其實不是這一兩天 大概從上禮拜開始 這個防疫保單之亂 真的是非常的亂 那這個可能保單 不知道跟你衛生部有沒有什麼關係 我就想你的防疫政策 有沒有受到這個保單的一個干擾 我們不敢說干擾 所以你的政策 譬如說3加4 現在變成0加7 這樣子會不會受到這樣 是不是 政策我們不會讓他受到干擾 但是整體在執行面 當然政策上面不需要 你剛剛講我回答 就是說這是一個專業的 但是呢 會不會也受到其他部門 其中其中可能就是這個最近的 防疫保單之亂的一個干擾 會不會 我在做政策不會 我很清楚的 事實上是我們基層的這個 真的是用得很亂 用得很亂 事實上很亂 事實上很亂 你對我說我的政策科學依據我不會亂 但是實際上在執行事實上是非常的亂 我還是要在這裡 有人剛好問到這個 真的是要拜託 那保單的權益是根據合約來的 是 保單的權益是根據合約來的 那你就應該怎麼理賠嘛 對不對 對 該怎麼 他怎樣就是怎樣嘛 第二個 我們這邊 所以這個財政部金管會 不要自己干擾你的政策 我們這邊 該有的證明 我們不會少 OK 我們自己開什麼證明 有什麼證明 自己開的 我們不會少 好 那第三個呼籲民眾就是說 因為這請領期請求權都有兩年 所以我可以保證是說相關的證明 絕對不會少 好的 請求權兩年 所以大家不要急在這個時候 這時候我們衛生單位會受不了 因為太多了 會怕人 好 因為這道的保單之 保單 防疫保單之亂真的很亂 那個部長我再問一個實事題 剛剛有幾個委員都說 現在本土的案例已經突破80萬例了 我看很快就會超過100萬 那我也染疫了 那我不曉得部長就剛一直在講科學 那部長我們來講一題比較科學的事情 你會不會想要去做一個全民的一個 抗體的一個study 這樣的一個研究 來知道我國的這樣子的一個自然感染率的 一個狀況 你想要做嗎 有 我們現在有在做 所以有這個計劃有這個 我們有這個計劃 有計劃 所以會一直在做 其實我覺得我會支持這樣的一個計劃 因為這一次的大爆發的一個Omicron的難疫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公位上面 很好的一個study 這個我大概是稍微提一下 我們對外有宣佈過 我們還是會做從這個 這個捐血中心那邊 從捐血中心那邊來開始 對 從那個血 因為不用給人抽了 有知情同意的一個情況 所以還是知情 隱封抗聖這個知情同意書 一定要有民眾知道 如果沒有 我要參加 我們不會拿來用 我覺得好好的講 應該很多民眾都願意參加 至少我會願意參加 好 好 來 所以我們還是回歸到今天 我們要討論的一個議題 那個淵捐跟淵穗這件事情 上禮拜在財政部 他們在討論淵捐跟淵穗 部長你有假婚嗎 有 這要去 要去 要去 你是 你要講的很不確定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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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 去 借好了 沒有 好 部長 上禮拜 各位 你知道 你現在有開始在戒煙嗎 那個 你可以跟全國民眾講一下 部長 我想問是這樣 上禮拜 在財政委員會 大家在討論淵捐跟淵穗 現在一包煙大概是90到110塊 那現在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你們國劍署曾經做過 他說世界銀行曾經建議這個煙品的稅跟捐 應該占整個煙價的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 不然告訴我們我們的煙捐再往上調 你是真的要戒煙還是你還可以繼續吃 多多少你可以忍受 不然我沒有關係 像林委員會有關係差的對不對 也沒有啊對不對 問你不是問我 我是說這兩面真的是 不然我現在要跟你說的是健康的問題 因為從那個世界框架公園裡面 都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策略就是以價質量 對 現在我們是以價質量 都會考慮到有一些基層的 但是會說基層的人你還要給他吃粉 這有的很矛盾啦 真的很矛盾 大方向是以價質量 然後執行方面要看社會的氛圍跟整個經濟的情況 目前我們不會調 因為在COVID-19這樣的疫情裡面 目前不會調 煙圈不會再調了 目前 但是因為現在如果以世界銀行的建議市場是偏低啦 要往那個方向走啦 要往那個方向走啦 我們要往那個方向 所以我想說沒有地方的感受 那如果往那個方向你就會有決心要戒煙嗎 還是沒有 不然就推動這個淹害防治法這個過程中 我一定要戒煙的嘛 OK 你現在今天說了 那個已經有承諾了 那個董事基金會應該會很快跟部長借一個 推動過程 完成立法他就戒煙 好 今天出委員會 今天出委員的部部長就要開始戒煙了啦 所以今天煙開防治法一定要過 這是現在進行事啦 喔 是 現在進行事 所以早位今天一定要認真 讓他出委員會 好 一定一定 我的問題時間到 但是還是讓我把它問完好不好 好 今天不抽 好 部長是 我們現在是一起質詢啦 部長現在是這樣 煙圈每年大概會收到300億啦 那現在可能不到300億了 但是我本席比較關心 因為我長時間在台大醫院工作 其實你知道 smoking 就抽煙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單一因子 很多疾病 很多疾病 致死的一個單一因子 可是我們這樣的一個吸煙 不管你是抽煙二手煙的 其實造成的醫療費用 每年都將近500億 所以呢 吸煙造成的這個社會成本 其實是遠大於利益 所以還是請部長以身作則 我為什麼要問部長 如果我們的淵圈再加上去 部長就有決心要戒煙 結果今天要 只要我們今天的煙愛防治法過 那個部長 就要有心要戒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因為所以長遠的目標 還是要降低社會整體的一個煙愛 所以這個還是要請衛福部這邊 國建署這邊來努力 好 所以但是我現在要問的 我們到2018年 其實我們的淵圈已經不足300億了 那慢慢的這些淵圈 其實是有抑注在其他 比如健保癌症防治 或者是醫療的研發 還有疫苗的基金部分 那如果這些受抑注的一個項目 慢慢的這些費用減少了 它有沒有因應的措施 還是這個部份的經費其實是不用煩惱 其他的經費 應該是要公務預算 之後就慢慢公務預算把它補起來 煙圈這是一個 就是用加強補助型的 加強補助型 加出來 可以讓它做比較好 主體還是應該公務預算 那本席就要支持那個 開始加煙圈圈 好 那最後還是 趙偉再多給我問一題 因為今天還是要那個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師的一個修法 你們一直問 到時候沒時間審法案 你知道嗎 好幾個法案 我10秒鐘內講完不用部長回答 因為剛剛部長長報告了業務的時候 他說他已經非常支持這個 物理治療司法的一個修法了 柏丁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看到你們之前 在2020年有一個函視 就是說非以疾病治療為目的的 這些業務自然就是 就不需要去依照這個order去開禮 這個部長這個同意啦 所以今天我們的修法應該會很順利 好 謝謝趙偉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不好意思打斷了 平常我都是讓你們暢所欲言 今天法案太多 今天一天審不完啦 物理治療司法 焉愛防治法都要審今天 好 接著我們請洪生和委員發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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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